DK 籌碼洞足先機 懂人掌握之先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 懂人大呼嚕版的盤後期觀視頻 今天是禮拜一 一個禮拜開始 在這邊我先祝福所有的朋友 祝福大家在這個禮拜都可以 超順利都可以賺大錢 當然這個禮拜 如果以今天來看的話 好像也不是很平靜 甚至於早上看到新聞 我們的國標女王 好像也狀況不是說廢 非常好 跟我們說再見 所以朋友 活著才是最實在的 最重要的 我相信這個我已經講了兩個禮拜了 好不好 講兩禮拜 好 那看這個大盤的部分 今天下跌344點 ODC跌3.07點 反正今天又是一個跌的格局 收8890 我現在在禮拜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提到 現在禮拜我是這個樣子 我知道禮拜有很多人都說 搶板台這禮拜好棒啊 好多棒棒啊 好棒棒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之類的 外資還在賣 你撒錢啊 降息啊 什麼印消費券啊 什麼藝人發1000塊美金 那些東西 那個是治不了咳嗽的啊 老朋友 沒有錯吧 治不了咳嗽嘛 你現在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治咳嗽嘛 治咳嗽才是重點啊 你治不了咳嗽 沒有人敢出門嘛 封城的封城 現在紐西蘭還封國耶 哇 封城 之前封城就覺得很扯的 結果美國封州 然後現在還有封國的 封邊境的 現在變成全球都安下佔領件了嘛 那全球都安下佔領件的話 當然 都安下佔領件的話 短線上跌很深啦 跌很深你要反向思考 沒有錯啦 但是你不要想說這樣怎麼會大幅反彈 你真節點沒有處理掉的話 它頂多就足底而已嘛 足底 對 把均線拉平嘛 然後呢 現在如果說 比照之前中國的狀況 封城 封國 封州 有的沒有的 如果說有效的話 是一個月後的事情嘛 你一個月後的事情 一個月後的事情 如果說有辦法 鋼滿整體均線下來的話 如果那時候有效的話 那個確診人數確定 有機會是怎麼樣 有機會是獲得控制的話 那它後面要漲再漲回去嘛 接觸線型也怎麼樣 是得到修正嘛 對 就在這段期間裡面 它獲得的喘息 它得到修正嘛 所以同朋友 這地方就是 足底 可以足底就阿密陀佛了啦 那既然這樣的話 那恭喜知道 禮拜五 禮拜五我們沒有買任何股票啊 沒有錯吧 我們去原本 我們沒有買任何股票啊 對 我手中股票 我還就砍了兩支 我還出股票 我沒有買股票啊 因為 同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應該這麼講啊 我是有實戰經驗的 導賓宜我是有實戰經驗的 我不是那種考上分析師 哇 我考到牌了 哇 我學歷好棒喔 出張嘴 買買買 每天買 你要做過股票啊 如果說你加鬼那種 長得很帥啊 然後媽媽 一個學歷很漂亮 沒有做過股票 出張嘴的 那個你敢給他做啊 如果你敢給他做啊 很多投股老師是 是沒在做股票的 你知道嗎 就是摳一下牌 就做老師啊 沒有做過股票 甚至股票那不太懂 你不要看什麼 寫文章什麼的 好像很厲害 那沒做過股票啦 有沒有 我講的是這東西啊 沒做股票 你敢把錢交給他 你把幫幫忙呢 我們光看 但我是不是說這個護盤 這個護盤 你要看清楚這個護盤 我要給他圈起來 護盤 什麼叫護盤 護盤他不是要拉股票 他不是主力啦 主力才會在作價啦 護盤就是減你的便宜啦 減市場在便宜啦 而且呢 而且因為他錢很多 所以他可以一路往下減 一路往下減的話 你怎麼知道最近在哪裡 你看這個部分 你看每次都賺錢對不對 國安基金每次出場都賺錢 我說這最後 最後的那個點 他每次出場都賺錢 但是過程呢 你要先看過程 我們看第一個就好了啦 兩千年那時候政黨輪替對不對 我已經在市場上了啦 我那時候在市場上啊 那年我也有錢啊 不過我後面爬起來啦 我還可以把那年輸的賺回來 那時候我還很差耶 二十年前啊 那時候我很差耶 這個時候我已經在市場了 我在插員投顧 對不對 那時候還是小業務而已 對不對 你知道那時候他剛進來的時候 他8250開始宣佈進場對不對 你知道那一年跌到多少點啊 兩千年 兩千年的時候進場 那時候在8250 8250 2001年那時候跌到3411耶 你還記得嗎 如果說你太菜的話 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講什麼啦 隔一年跌到3411啦 也就是說什麼 他從8000點一直買 一直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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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買到3411點啦 他的錢夠多 口袋夠深 他買的都是一些全職股 什麼什麼銀行股 我不能買台積電 他可以慢慢跟他等 慢慢跟他耗 等到出廠的時候 已經1萬多點了 所以大賺出廠 但是呢 但是你也沒有那個時間 你有沒有那個金錢 你有沒有跟他耗 耗這 有沒有 8250到31是將近5000點 你有沒有本事跟他耗5000點 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沒有的話 你就不要聽那些 那就瞎掰 什麼 尤其是那種說 1萬多 1萬億 買到8000多 每天都在買 你都真笑耶 真正的操作不可能這樣買啦 早就斷頭賠死了啦 融資早就出廠兩次了 現股都已經斷頭了不是嗎 現股也賠五成啊 如果說你都沒有 有沒有 股票市場 基本上一定都會做錯 有沒有 你在預估的時候 方向跟你 看的東西不一樣的話 基本上 每個人都一樣 因為不管誰都一樣 都不是神 但是 當你發現那個走勢 股票市場最大不會錯嘛 當那個走勢跟你所想的 所做的不太一樣的話 你要知道應變 你要去修正 沒有錯吧 比如說我看 我看這個地方漲 奇怪怎麼沒有漲 怎麼沒有反彈 那我要修正 如果說從那11000到這個8000 8000是8500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是多少 這樣2500掉嗎 我還沒有算12000那邊耶 你光這一段開始起跌 就2500一點 2500一點 你都沒有修正 那不是很奇怪 你這樣還叫硬拗耶 硬拗2500一點 你做期貨的破產了 股票夭斬 融資斷頭再斷頭 你起碼當發現 第一個500一點不對 1000點 不太對的時候 你要修正 不是說都不認錯嗎 沒有人這樣他 有沒有 沒人這樣做的啦 所以這個地方 你到底是想分配別人財富 還是別人分配你的財富 如果說你都沒有修正過的話 那你就 你這個地方 我說實在你也躺平了嘛 你也不用想 我也不用跟你講 是什麼我們再坐上來對不對 還有什麼機會 我上面是有出的 沒有錯吧 你看我節目 我上 我跟你說我上面有出啊 我3月11號講的啊 對 我說這個地方活著才是重點嘛 挺有一點要做好嘛 如果說你都不出 那我就沒辦法了 我知道 我講的跟別人不太一樣啦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我可以活到現在嘛 欸 拜託 我這裡我就在了耶 我這裡我就在了耶 不要鬧了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為什麼我禮拜五沒有出 為什麼我禮拜五 基本上怎麼樣 我沒有搶 我想我趕快出股票 有沒有 這麼多的經驗裡面啊 我都經歷過啦 那種大反彈都是一天而已啦 就大一天而已啦 就是那一天 給你一個機會 給你走 你沒走 摘下去 結果呢 結果跟我想的一樣 這在一天而已就摘下去了 那但後面怎麼樣 後面說真的 疫情我也沒辦法控制 但是 跌很深的 我還是看什麼 短線上啦 我還是希望說 它可以合滿整理啦 當然還沒破底嘛 而且呢 而且 這個又來了嘛 有沒有 有沒有 又快沒有安全距離了嘛 對不對 要不然你不要想說 這8131 今天88多 哇還有600點對不對 喔還有600點喔 欸別鬧了耶 你這種跌法兩天就到了耶 所以呢 所以應該會想辦法撐一下 好不好 雖然川普已經掛點了 川普就職是19257嘛 對不對 就職那天19257嘛 小道已經跌到18多了嘛 川普那已經洗腹壞了啦 他四年對不對 勇心嫁搞對不對 搞東搞西 對 借錢撒錢弄花錢 搞東搞西 跟什麼伊朗跟中國 搞一堆沒有的全部跌光 縣市報啦 好不好 老朋友 我只能說這縣市報啦 就是你搞那麼多東西 天爐要收你喔 基本上你再怎麼弄都一樣 好不好 所以還是一樣啦 看整理啦 先看整理啦 然後呢 短天短出啦 如果說你要做的話 短天短出啦 如果說好害怕 不做也無所謂啦 沒有交易沒有傷害啦 好不好 沒有交易沒有傷害 好不好 我相信那個手中要有大部分的資金 對 起碼要有七八成 我已經講很久了 對不對 你可以留一兩成在裡面玩 對 反正就是強盪反彈嘛 這無所謂啊 對 做新鮮的啦 做新鮮的啦 不要老人痴呆症 你要玩一下 搶一下 放鬆什麼的 隨便你 好不好 但是呢 你手中一定要怎麼樣 要比較多的現金後面 後面真的抵不到的時候 才可以救你 對不對 有沒有 我講這東西講了兩個多禮拜 兩個多禮拜前 你可能 你在說什麼 對不對 上下左右 一大堆都在說買買 跟妳在 對不對 啊 待會誰對 有沒有 誰對 對 禮拜五有宣問我說 老師怎麼出股票 這個地方你怎麼看 你不看好會反彈嗎 說真的 我只看你彈一天 就彈一天而已啦 所以呢 所以 出股票 對 要搶給他們搶 讓人去唱 結果呢 開這麼低 開個400點 上禮拜搶的 當然希望你賺大錢 我只能這樣說 這個地方 你不想說 老師這地方是看空 看整理啦 看能不能橫盤 能橫盤就不錯了 橫盤個低 對 就不錯了啦 好不好 接下來如果說 8131對不對 88多了嘛 對不對 應該又會頂一下啦 應該又會頂啦 今天有頂啦 投票今天有頂啦 我說真的今天有頂啦 頂高價股啦 賞戶 賞戶是買得起高價股喔 什麼浴金光 那麼細力 那個跟賞戶是沒有關係的啦 好不好 賞戶不會買這個啦 那個就是一些 那個 就先呼那些 那些東西啦 好不好 所以就是 他還是有打訊號啦 打訊號給誰看 給那些還有錢的 考盤人看而已啦 就是這樣子啦 好不好 當然這個地方 如果說要頂安全距離的話 還是短線上 我只能說短線上啦 短線第一個 你注意誰 注意台積電 有沒有 台積電啊 有沒有 我剛剛是不是說 國安基金那個戶盤 是一路往下買對不對 第一次 我們剛剛講2000年嘛 從8000點一路戶到3411嘛 有沒有 如果說你有錢喔 你有閒有錢的話 你願意跟他耗的話 你就買台積電就好了 每個20塊買一張 一定會給你買到最低點 他後面一定會漲上來 對不對 沒錯吧 疫情會結束嘛 從頭結束一天嘛 只是現在沒人知道 疫情結束在什麼 在到底什麼時候會結束嘛 應該是再過幾個月嘛 如果說你有錢 有本事的話 願意等的話 台積電 他只要每疊20塊開始買 就你可以明天買 疊20塊再買一張 一直往下買 一直往下買 總會給你買到最低點 那後面呢 後面疫情過了對不對 那個 大家開始恢復正常了 他就會漲回來 漲回來 今年大家估他16塊嘛對不對 本來估18、19嘛 然後都下調了嘛 變15、16嘛 這個東西遞延嘛 遞延到明年嘛 所以明年呢 明年應該又18、19嘛 18、19現在200多塊而已 好不好 18、1920倍本一筆 你就稍貼一下 這反的 同樣都是反的思維啦 好不好 當然還是怎麼樣 疫情什麼時候結束 我不知道 如果一拖拖個一年 我就沒辦法啊 不過呢 不過以國安經濟的方法 就是 每疊20塊我就買 每疊20塊我就買 一直買 一定會買到最低點 漲上來對不對 我大賺 但是呢 但是 搞不好你陣亡 如果說你是融資 我融資買融資 可能第三根就掛點 但是你就是一路往下買 好不好 所以這個 就台電啦 不會死的啦 好不好 我的看法啦 台電啦 你現在要穩盤 就是台電 你就指標看台電 看今天到底有沒有動 你就知道說 國安到底有沒有動 或者說法人 日報到底有沒有動 好不好 那台電最近 你投信一直在買對不對 那滿明顯的啊 戶盤的投信啊 代操撥下去的投信啊 對 現在被互盤啊 配合幫忙 所以 所以 怎麼投信買一堆台電 就這樣啊 但是呢 外資就一直賣它 啊外資賣它為什麼 因為國際股市在跌啊 所以拼命賣台電 啊是不是因為台電很差 也不是 就是 外資的動作就是配合國際股市 好不好 所以 關到一個台電啦 第二個 今天3月23號了嘛 像這種 同朋友 這種有可能啊 我只能說有可能啊 有可能投信會做仗啦 好不好 投信沒有出啦 刀除別往上跳啦 啊大盤都跌成什麼樣子 他還在這邊 不覺得很奇怪 這季線還是往上揚 他還在季線這邊撐著 所以呢 大盤不是這樣子嗎 對 這台電的走法 你走 哇 這個 台電這樣子嘛 大盤呢 這個ODC也是摔翻的 大盤跟這個一樣嘛 啊股票 這種股票在天上的 也就是怎麼樣 就是有可能會做仗 你要做短的就找這一種啦 好不好 當然 有沒有 當然不做也無所謂 短線上啊 疫情的部分 就大怒神啊 他的大怒神 你無所謂會怎麼樣 沒有交易就沒有傷害嘛 等穩一點 等穩一點再來做嘛 好不好 當然還是要 講一個重點 有沒有 股票市場不怕賠錢 怕沒有賺回能力而已啦 所以呢 所以老師我這一波 怎麼樣怎麼樣 我剛剛是不是講了 我這一波原產啊 那時候我很菜啊 那時候我剛進股市啊 在某家投顧嘛 在什麼插員嘛 我以為我的老師很厲害嘛 結果他也是每天買 我掛點 我聽老師的我在裡面上班 對 聽老師的穩住完的 結果呢 結果他比我還爛 對 每天買 每天買 從8000多一次買 買到341 每天買 對不對 所以朋友 每天買 那就不用看了 就是 你錯 錯個500 錯個500就很多啦 還不然錯2500點 會不會太扯了 好不好 所以就是一樣啦 就是這個地方 朋友 我相信這一次的那個 疫情的部分 比這些都還嚴重 因為這些怎麼樣 朋友 這些只是錢沒有而已 這只是賠錢的問題 這些啊 這只是賠錢的問題 什麼政黨輪替啦 保護他這種崩盤 基本上都是賠錢的問題而已啦 他不會沒命啊 他這一次呢 這次沒命的問題啊 所以他可能比之前 還要稍微險峻一點 但是不管怎麼樣 疫情會有過去的一天 好不好 好不好 這不怕賠錢嘛 怕沒有賺能力啦 你現在重點應該是 放在後面怎麼賺回來 不是這個地方 怎麼樣怎麼樣 好不好 你後面 重點要放在後面 怎麼賺回來 短年上 疊很深 我知道啦 搶反彈 不介意啦 但是呢 但是 你不要 我100萬 我100萬全部下去搶 我直播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跟他說一張 對不對 你只手一張 只手兩張 100萬全部下去 你拿個10萬 20萬就在那邊 培養一下手感就可以了 剩下780就放在 放點口袋 好不好 如果說放在 老實說我錢放在口袋 對 會咬我 來參加學員 好不好 我們的索碼 索碼有優惠 應該沒錯吧 對 我索碼禮拜我講那個 今天還有放到平盤 還有放到盤上 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 多放點錢在口袋 不會咬你啦 你可以稍微搶一下 搶一下的話 就台系電 不然就是 可能會作帳的 好不好 給大家參考一下 當然還是一樣 操作的方法 多方有多方的操作方法 崩盤有崩盤的操作方法 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我會做多 我會散人 我是那種 從天上那邊跟你說 買買買買買 不是一萬一跟你說 這個地方 你要停損停利害像 活著才是重點 活著是最重要的 我是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進去的 但是有聽進去的話 怎麼樣 如果說你有聽進去的話 我們就有下一波分配別人財富的能力 好不好 有差方法就活內就有下一支 喜歡分析的話 點個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晚 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今天各位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面留言板 如果說你有任何詞問的話 一樣歡迎留言板 可以跟我們做個聯繫 今天各位分享到這邊 從馬動足先機動人 掌握期間 這部大面 操作順利 明年見 拜拜